你把他的这个文本 文本给他传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然后这个参数咱们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参数 咱们是直接跟到后边了 对吧 什么条件 这些参数咱们直接跟写好了 不让他动态的替换 是不是 执行完这个 执行完他这个 Fairy这个方法之后 他会给你 返回一个查评后数据的这个游标 对不对 然后这个游标 里边有个getcon的方法 能获取游标里边 这个数据到底有几条 获取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游标关闭了 返回这个长度 就是开始了吧 对吧 这算是封关了一个通用的方法 因为里边都要 都要用到嘛 对不对 很多里边要用 这时候封关了一个 又封关了一个删除 删除一般都传什么呀 删除时候一般是传表明 条件 条件一般是什么条件 删除的时候 能显成吗 什么什么ID等于什么什么吧 对不对 一般都是主件ID等于什么什么 把这一条就给删了嘛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能封装进来吧 但是这里边没有封装进来 那个比如说插入 或者修改 为什么呀 插入修改 要怎么修改 要怎么插入 传的是什么 传的是一个尸体类嘛 你要传具体的尸体类进来查 对不对 你碰撞到这里边 你确定不了它的对象 你怎么 你写这个插入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它要是什么对象 对不对 但是当然 我这里边 其实如果你做的好的话 你可以通过反射的方式 把它插入什么样 也写进去 只不过我这里边也没写 另外一个 反射也不能乱用 因为反射是很豪性能的 所以咱们这里边就没放插入 还要修改 没封装 把通用的都给封装了 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 有一个查找实体类 查找游标里边实体类 这个是干嘛的 你得到游标了 你能取出来数据 你怎么反回回去 你总不能拼一堆字符帅 给它反回回去 对吧 要把它转回 转成一个实体类 这实体类类似于什么呀 就刚才咱们做那个 slid菜单的那个item 对不对 你每一个表的应该是一个 实体类的映射吧 对不对 就类似于那个item 这个就是 send model 这个是 查找游标里边的 数据 把它转换成一个实体类 这个封装了是什么 这个看名字能看不出来 游标 转换成一个list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它好操作一点 对吧 游标不好操作啊 什么又是mover 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不如这个好操作了 对吧 转换成这个 一个list 然后把它返回回去 对不对 这就是咱们这里边 封装了几个通用的方法 但是呢 这个因为咱们下边还没有 还没有涉及到 要做这个Circle DAL层 但是所以咱们这里边 有一些方法写了不全 等到明天的时候 咱们会做 专门做出来Circle DAL这一层 然后把那几个方法补全 这样的话 你就了解 那里边要写什么 和为什么要这样写 行吧 然后这里边 这几个方法 应该现在知道 封装了 它现在确实是 已经是通用的吧 跟业务无关的吧 谁继承 他都可以做这些业务 都可以用这些方法 对不对 好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 封装 封装通用数据户操作类 今天先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把它给 完善补充下来 然后把Circle DAL 这一层面给补充进来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